才刚下载道就车祸 女车主惊慌尖叫 因为她撞到的可是不历史大人 怎么这么不小心来看车祸前 女车主下环河南路杂道 明明路口灯号由黄正转红 女车主跟着前车硬是抢快 闯红灯违规左转桂林街 远景正在处理另一件车祸 拿滚轮到路口测量 不料却被撞飞 撞到之后就倒地了 就看到蓝天白云了 其他一片空白 然后第二个就看到装备掉出去了 赶快要去收装备 还好也有戴着安全帽 所以头部的部分没有受伤 远景左手肘破皮后 被红肿鱼精连走路也一搏一搏 四十六岁的张信祥 警戒服务了二十多年 他说已经是在这路口第二次被撞 因公还是没有办法 在监聚的任务 我们还是要继续把它完成 远景只是短暂到路口中间 去做一个测会 那都有去注意到相关的耗质的变化 然后注意车流的一个行径 那可能是这个车辆 那舒适啊 虽然当时车速不快 也没酒驾 女车主违规左转 是适时强快撞到远景 除了赔偿受伤远景 还得多吃上一笔违规罚单 介绍的直战夜影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